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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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一到三 七十七波兰队右路传中 库巴进去 外右脚路是破门 最终葡萄牙赫场3比2战胜波兰 葡萄牙拿到两场胜利 而波兰还未获得首胜 这是来万第一百次代表国家队出展 并列排在波兰历史第三位 这一百场比赛 来万打进55球 威尔士1比4西班牙 脚底进球 多特神风帕克梅开二度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12日凌晨2点45分 一场国际足球游异赛 在卡迪夫千年球场进行 威尔士主场迎战西班牙 上半时比赛帕克梅开二度 拉莫斯投锤建功 阿姆帕度中注 下半时比赛松索远射击中衡量 替补出场的巴尔特拉投球破门锦上添花 沃克斯中场前 威尔士追回一球 最终 西班牙克场4比1击败尔士 伊拉克0比4 埃根廷 交点进球 老坦罗攻入 阿根廷除此球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整 国际A级热身赛 埃根廷VS伊拉克正式上演 18阿库尼亚左路传中 老坦罗前点甩头破门 埃根廷1比0 53迪巴拉进区前 连续摆脱两人后分球给佩雷拉 佩雷拉利用假动作晃开空间后推射得手 埃根廷2比0 76赛尔维右路脚球开出 前六阿根廷球游后蹭 后点佩赛利亚投球破门 阿根廷三干令 九十赛尔维突破致近去一脚地射破门 最终 埃根廷4比0升伊拉克 杜兆才升任体育总局副局长 日前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更新 了领导班子成员信息 原体育总局局长主 离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升职为体育总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分管中国足球协会 斯罗声明惹恼爆料媒体 斯罗涉嫌强奸事件自到处以来经历反转再反转 每日都有新动向 最近几天先是辩护律师代表斯罗否认强奸 又有黄码发表声明 表示对此事绝不知情 更谎论逼迫葡萄牙人签署保密协议 斯罗律师代当事人称强奸为子虚乌有 完全捏造仪式惹恼了最先曝光该案的明镜周刊 德国媒体强势回应自己有数百份证明该案的文件 其心门真实性不容置疑 黄码官邦否认强迫斯罗签保密协议 只隔九年 2009年6月12日强奸案 当事人凯瑟里玛月尔家对葡萄牙巨星斯罗提出起诉 此事堪称是过去一段时间 足谈最大的焦点 前不久 葡萄牙城邮报报道称 斯罗签订的这份保密协议 是黄码俱乐部施压的结果 当时斯罗刚刚加盟黄码不久 球队部希望强奸案影响损坏斯罗和俱乐部的形象 因此命令斯罗签下保密协议 从而应对不实知识 对于这样的报道 慌骂官方在今天早些时候做出了官方的回应 他们否认了陈犹豹的说法 并表示将对陈犹豹这种损坏球队形象的做法采取法律措施 官方摩纳哥主帅雅尔丁下课 法甲敬吕摩内哥官方宣布 雅尔丁不再担任球队主帅 仙帅能使尚未确定 摩纳哥本赛季表现糟糕 九轮过后 紧得一胜 狙击风暴倒数第三位 雅尔丁2014年入主摩内哥 在其制下红白军 掀起席卷全欧的青春风暴 并在2016-17赛季挑落万八大巴黎 时隔17年在夺法甲冠军 并杀入当赛季欧冠四强 回顾摩内哥生涯 雅尔丁咚琴表示 我非常感激并自豪 自己这四年直交摩内哥的时光 我总是不遗余力充满热情的工作 我们一同实现伟大成就 我会铭记这些美妙记忆 恶意刷票 金球奖民调投票被迫关闭 法国足球被迫关闭金球奖民以调查投票界面 原因是有人利用软件刷票影响结果的公众性 法国足球在声明中写道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 该投票只为调查球迷心中的金球奖得主 并不会影响实际评选 金球奖评选结果由几个组成的评选委员或最终裁定 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此次事件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我们本意 女排式锦赛 中国三比一俄罗斯 女排式锦赛第二阶段受了观战 中国队三比一 二十五比二十二 二十一比二十五 二十五比二十二 十五比十五 祭拜俄罗斯 一把剩一负击二十四分的成绩 位列F组第二 晋级六强 女排式锦赛第二阶段结束后 晋级六强的队伍进行了下一轮的抽签 中国女排与荷兰 美国被分入H组 意大利 日本和塞尔维亚女排分入地族 普森林郎队已取消周四队内训练 迟迟没有被交易的巴特勒 日前回到了森林郎的训练场 并在训练中大骂了腾丝 梅金斯 西伯杜等人 巴特勒的到来让森林郎队的训练 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进行下去 这也让森林郎决定暂时取消球队的训练 Gid Athletic 记者穷克 劳琴实际最新的报道 森林郎队已经取消了他们在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 尼巴拉克 金亚乐夫竞能留任 艾埃达尔清晨医院不会离开谢尔西 三库瓦经纪人涉嫌转会违规操作 遭调查 四怕脱皮摇离队 会和全舰旅行完合同 五米蓝千帕奎卡的转费会分四七复 六NBA2K19球队评分 胡人九一 勇士九十九 七亚族联平雪亚中杯最佳防守球员 正均入为PK洪明福 包裁大气粗 欧族联增加 欧国联奖金 冠军能拿一千零五十万欧 九湖人绿军成冠军投注量最多的两支球队 是热刺在折损大将 费尔通克缺战二月 中印之战 地球得比 本周六下午 中国男足将在主场与印度男足进行一场热身赛 印度队主帅史蒂芬康斯坦丁表示 不管是不是热身赛 这是印度国家队的比赛 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 这只是一场热身赛 但对于印度却不止如此 我们将会倾尽全力 印度球员应该争取出战架周围的位置 他们需要在球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 两国家起来差不多三十亿人 挑不出来二十二个会踢足球的 哈 游连海 人口众多 豪情众志 蔡奇库卓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现在为您转播 都是中国男足和印度男足的友谊赛 现在进场的时刻对印度男足 他们全部都骑在一辆摩托车上 开摩托车的正是他们的队长 他们还在不断变化各自的位置 并摆出各种造型 应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 怎么回去呀 天空中一架灰音快速画过去 瞬间出现很多红黄相见的降落伞 据了解 这是最新版的中国男子足球队 at一个动作过三人 那十四亿人笑护谁呢 以为我们没人 at怪客 终于有个国家人比我们多踢球 却比我们烂的国家来叫香了 at Terry09 地球得比 at 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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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兄弟 人口我们都差不多 你就不能说说 为了其他什么而战吗 埃森纳最经典的十套球衣 你最终一脑剑 10月12日 今日 8点NBA季前赛 替狐VS猛龙10点NBA季前赛 国王VS决士10点30分 NBA季前赛 快诊VS马甲比韩法17点 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 18点 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 FNCVS IG20 0.0.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 FNCVS10月13日 明晨 1点45分足球 有一赛 沙特阿拉伯VS 巴西2点45分 欧洲国家联赛 A级B组 比例是VS 瑞社2点45分 欧洲国家联赛 A级B组 克罗地亚VS 英格兰 编辑姆巴佩 在中国还算 一二三球员吧 美兰 标